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动画来了解一下神舟12号返回的完整流程 神舟12号返回过程中首先要进行调资 打一个比方,调资就像我们开车回家 先要把车头调到回家的方向 之后发动机开机制动开始 推进舱与返回舱分离 然后神12返回舱进入返回轨道 专业词叫做调整配平公角 就是整个返回舱中型的大头朝前 这样可以增加气动效应 发挥空气的阻力作用 返回舱进入大气层 航天员会承受巨大的过载 通俗来讲就是要承受超出体重很多倍的力量压迫 之后返回舱进入黑帐区 大概距离地表80到100公里左右 返回舱这段时间要和地面失去联系 但是地面可以通过比如电扫雷达 或者其他的方式知道它走到哪了 黑帐区大概会有4到6分钟的时间 另外返回舱与大气层摩擦会产生高温 但是由于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材料 航天员在舱内感觉不出明显的温度的变化 出黑帐 返回舱到达距离地面10公里高度的地方 之后依次打开引导伞 减速伞之后是主伞 返回舱乘伞减速下降 这个过程中返回舱会抛掉防热大底 为最后的落地反推火箭点火做准备 当返回舱距离地表1米左右的时候 反推发动机启动 返回舱下降速度降到每秒2米以下 返回舱落地成功之后 航天员通常会迅速把伞绳切断 防止风刮伞带走返回舱